蓝花叶片 蓝花叶绿素会导致蓝叶瘦弱泛黄 硫酸钾铁它是一种多元素钾肥 除含钾硫酶钾外还含有钙 硅膨铁心等元素 呈弱碱性特别适合酸性土壤食用 取一颗硫酸钾铁肥 对一生的水装到喷壶中 15天给蓝花喷湿一次 几时使用三次就可以了 本着少湿适湿 硬淡不浓的原则 用好了这种肥 其他的养护也不可或缺 蓝花比较喜欢饮料的环境 光照太强会灼伤叶子 导致叶子枯黄 把握好空气和根系的湿度 暴震通风的前提下 喷湿空气 可以让蓝叶更滋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样蓝花知识 请点击关注及时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